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新鞍街 我下面 藏偉面 我們看到疫情在全球出現一些變化 雖然我們臺灣本土疫情是可能 但是境外疫情的部分 我們也是要好好注意 另外我們說到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看到藍燭是發揮不到 我們說Omicron這種的變症病毒 目前全球有十三個國家 都有帶到這種病毒 還有更多人所 我們看到一開始感染的人 都在藍燭這個部分 年輕人為主 另外可能就陳述多人家 來到卡納達也有 我們說TEC REPUBLIC 還是說燈眉 還是說The Netland 荷蘭 廣中有發揮到這種變化 所以大家會比較關心一些 尤其我們說比到過去 我們說的這個變症病毒 Delta Omicron 它是有什麼這個特定的 我們說到這個病毒 其實有三十二種 這個疾病毒 很可能說會這樣很厚 還有一次 還有一次 這樣去感染 但是這我們要打一個Question Mark 它是不是團佈力 還是說感染力的提倦 其實還有一些要等台證明的 一些時間 但是我們看到說 在這裡我們就要好好營養 我們也為何不在這個非洲十國 的這個國家裡面 我們把他列造是高峰險的這個國家 我們看到南區 在十一月二到今天開始 就已經開始去做一些這個 我們說要把他列造是高峰險的這個地區 另外呢 在十二月設議 我們也看到說 還有這個情形 說這個要記 這個地方 都要好好注意 另外我們也說到 我們的這個邊境加強 我們說 遺失力是頭一層 開頭一層的這個國家 另外我們看到說 日本過去這個前兩禮拜 他們才選擇說 哇 一些這個胸部人數的這個人 可以來去做一些開放 留學生也可以 但是他們這時候也開始 要來做一些蘇國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看到說 日本一切都要好好來看 另外我們也說到 這個Omicron 到底有什麼樣的這個鏡頭 過去說這個Delta 有什麼不一樣的 有人說這個南非醫師 他發現說 比較多是經濟 我們也說到 剛才這個感染的人 是這個年輕人 他們的比較厚疲勞 還有這個打掃 筋肉痠痛 但是他們沒有過去 怎麼樣 我們說這個品 還是說這個吃不味 品不味 這種的這個鏡頭 他這尊是沒有看到 這種的這個部分 我們說過去 這個COVID-19的這個病毒 我們有接對到這個病毒 有發展我們這個疫苗 到底疫苗會失去效果嗎 這有很多人在討論 另外我們也說到 這尊臺灣的這個疫苗 涵蓋率是哪來哪管 但是我們說到 年輕人過期 有一些心疾病的這個方向 所以那時候有減停 我們說來做第二次 但是這尊 我們要來恢復到 做第二次 十二歲至十七歲 這個青少年的 如果說做第一檔之後 下十二禮拜 就能來我們說做第二檔 另外我們也說到 因應到可能這個Omicron 來襲了 我們十八歲以上這個民眾 兩檔下 然後六個月也要來追加第三檔下 所以我們在這裡也要好好地 來討論這個我們說 變政北斗的神夢 先來邀請三位老朋友 第二我們邀請中研議 生意所檢驗研議員 何美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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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好 阿美鳳 觀眾朋友 大家好 第一位我們邀請 台北市醫師公會 上部理事 王敵營 醫師 妳好 主持人 阿美營 還有我們觀眾朋友 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 我們醫師 王朋友 阿美鳳 大家好 感謝了 我們說到這個Omicron 真的是一個心目 沒有我們先請到合照 是不是心目王呢 實在是現在都不知道 我們頭前的看到就是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資料 大家都很怕 是 他說現在這差不多兩三禮拜而已 他就減確診人數的七十五% 七十五% 這樣就看到很怕 我看到這個我也覺得這不得了 這是到底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要注意看這是比例 這是一百% 我們現在來看說 到底到底是什麼樣的事情 是 實在是這樣 這是南非 他過去三破以前 我們就看到英國開始的時候 這個病毒 然後就是Beta Beta 這個Beta就是南非他們那裡出來 他那裡其實南非病毒學家 還蠻厲害的 他就真的發現了一個 然後他就馬上去做 他的抗體那個孔鐵到底有效價有下降 就是說就是說就是要檢驗說這個病毒 到底他的抗原性到底差多少 如果差越多 這樣就藝廟就越來越不一樣 就是跟本來我們造藝廟的目標都不一樣 是 現在看到Delta出現的時候 我去看的時候開始 我就看到Delta跟Alpha 到底存在 很明顯就是說Delta就是 初代Alpha 對 比他厲害 所以這個病毒 他是不會強順的 因為Delta的傳播性比較高 它可能繁殖率比較高 所以如果病毒進出來 同樣的團念的時候 我就去紀念了 大家都發團念到 你就沒機會了 所以就是這種的道理 所以這時候 我們來看我們現在的Omicron 繼續Delta 你看一直到11月的時候 那個人數很少 已經到很少的位 現在他就出現的時候 是點的 基本上南部是算是平穩的 那時候是哪裡發現到 其實你看到這個位 那個姓叫做豪登省 在這裡 我們把它翻作豪登省 豪登省其實那個省 那個面積很小 差不多全國的1.5%而已 但是這個有很重要的城市 就是Pretoria跟Yohannesburg 這個是最大的城市 它不只是南非最大的 世界也是最大的基因 Pretoria就是他們的首都 是 這個1.5%的這個面積 住多少人 住四分之一牆的人 所以他的人口密度很高 他在家裡面的大學生 他發現大學生有群聚感染 所以我們現在就看 我們看到什麼 看著說他就 因為大學生 我們知道他年輕人 每天都做會 當然是很快團量 可能像我們剛才看到的 這個已經很低的時候 很平穩的時候 可能沒有什麼PMI 沒有什麼社交距離 沒有什麼這種事情 所以你有看這個 這個Omicron 就是上升得很快 所以WHO在那邊有更新他的資料 對這個病毒 他就重新再說一遍 說團力業有比較遠嗎 我們不知道 我們現在主要來看 因為就是我剛才說的 很少 治病性有比較遠嗎 就是說他有比較兇悍 變一變 變一變一樣的兩個人 變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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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 讓他團量到 他會比較重情的人 會比較多的 這也不知道 因為現在沒看到 但是網路有一個傳言 主要是臨床醫師的觀察 他說年輕人 這個可能治病性比較低 這個看法是要他駁斥 WHO現在還不知道 因為他片面的看法 確實有年輕人當然是輕症比較多 是 所以現在那是我們不知道 再來就是最重要就是說 抗體我們的這個疫苗好過是怎麼樣 是 疫苗好過這就比較差 知道這一定要去做實驗 就知道 現在實驗是怎麼做 就是說把主意給誰的人 主意給誰的人 把他的抗體 血清拿出來 是 還有那個因為痰痰過的人 他的恢復期的血清拿出來 現在來看他可以綜合現在的病毒 這個Omicron的病毒 現在如果綜合的效價有下降的時候 就表示說有差 還是都沒有保護性 OK 看他有些情差沒有 這個結果差不多要兩禮拜 兩禮拜 所以我們說 自於Omicron發展到這段 那是很早 所以我們說 我們是因為怕過了 所以這時候拿到警告 我們先投一個 我們來感謝南非的學生 醫師 醫師 趕快就把他找出來 趕快就說過全世界 現在WHO有說出兩項東西 這是讓我們感覺好像比較 我是對學生的觀點看 這兩個是比較不好的 一個是說 要看這個病毒 比較容易造成突破性的感染 就是說因為痰痰過的人 比較容易被他感染 是喔 比跟雕塔來比 這現在這個原因是怎樣 還在看 但是我們說在這個部分 尤其是這個部分 發展這些大學生 還是南非本身 他們是這個住以後 寫的這個部分 要是照的嗎 現在我們就知道說 大學生比我還比較少 對於這個Omicron這個變成北斗 當然是因為他發現這個地方 我們說就集中在這個部分 尤其是少年人 對於這個Omicron這個變成北斗 對於這個Omicron這個變成北斗 當然大家都說 哇 他是一個心魔王 但是這樣看起來 可能還要觀察兩禮拜 這個時間 要觀察 但是現在大家這樣 來跟他關心 這樣是 我是覺得對的 是好的 因為你現在 等到你讓他進來 讓他進去 讓他每個人都去的時候 不會負負 雖然我現在有 報索每天都在說 都一個國家淪陷 都一個國家淪陷 很多國家淪陷 很多國家都淪陷 但是那些淪陷 都也是只有一個 兩個 除了我們說這個荷蘭 主要是入境的人啦 還有本土的 還有沒有 香港不知道什麼意思 說有一個人 是在要檢疫期間感染 那個資料不多 可能是這樣讓他們知道的情形 讓他們提高他們的警惕 是 但是說提高境界也是好的 尤其我們說這個未來 我們這段尤其是這個冠浪 這個部分 我們也說到十二月十四開始了 所有這個入境 到這個二月十四 是我們要引領這個新疆年頭 所有的人都要 回到這個臺灣的時候 我們要提高境界也是好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這個注意方釋的這個人 最近真的有比較少淡薄 這也是這個政府中心比較煩惱 尤其要保護七十五歲以上的人 這卡刀的人 有的不住還是不住 我們待會兒可以好好來討論 但在這裡我們說到 南非這個Omicron 發生這個變政變政 我們臺灣安安裝營 會報的這個記者會說什麼 先做得看 說我們的本土病例跟死亡的個案 今天都零 那境外移入有八例 那我們大概從十一月 就從明天起到十二月十三次 我們仍然維持 全國仍然維持二級的警戒 所以末跨年的大型活動的防疫的準備 那基本上還是跟去年是一樣 所以整體對於活動上面的一些相關的限制 或是規定 基本上都是會滾動式的檢討 那基本上是建議是要打第二劑 間隔的時間 以十二週為準 第二劑之後的六個月 可以開始來追加接種第三劑 風險比較高的 而且是在保護大家的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所以因追求對象就包括了六十五歲以上的長者 那我們今天在增加四國 從十二月一號零時起 增加馬拉威 墨山比克 埃及 奈吉利亞 是啦 英俊我們說Omicron 這個變政北斗 我們繼續跟鄉醫師 現在對這個變政北斗 心無王 有人是這樣認定 但是剛才何高是說 我們說沒那麼恐怖 那不知道 各位兩禮拜觀 差不多你看看 因為我們經過兩年的這個疫情 不只我們臺灣全世界都提高警告 我個人是認為會怕就不會怕 如果不怕就要怕了 簡單說我們如果注意提高警告的時候 無論說對這個病毒 他的作性的 剛才說的 脂肪蛋白的突變的研究 那就是說他的政頭怎麼不一樣 還是說剛才說的 我們現有的廟是不是有效果 要不然有用 醫療的兩年 是不是有準備好了 我們就會去準備 是 萬一我們如果鬆懈去 就覺得都沒事的時候 那事情就真的嚴重 那按照南非醫師匯的這個 匯子的這個會長 他說他發現了這個病人的事 第一個發現了這些病人 他教他的當事都看得一樣的總控 剛才兩位老師說過 朱晴教美鄉老師說過 他是輕人 他是年輕人 特別是大學生 他沒有出過的廟 所以對這個事情就是提高 讓我們一個警告 他說 相對另外一個相反對面那邊的長輩 萬一只要感染就對了 會感到比較嚴重 這是我相信 自然現在世界各國 那就是我們臺灣支援動心 很重視的疑惑 特別是臺灣這段 我們嚴重很多國家都一樣 中埔七十五個以上的這個 接種率 大概到七層就卡住了 卡關 就卡關 而且這個卡關很難去突破 到底這是什麼原因 有的是因為加速 反而說接中埔 就順順了 穩穩 雖然有萬星病 雖然有些病痛 但是呢 進行煮疫苗 發生更多事情 不如這樣 不然就賣煮 賣煮也不是說 就把他放棄 是他旁邊照顧的人 那些是他的家的人 就盡量來接受兩劑疫苗的接種 我現在在臨場 無論說是在我們經濟 無論說在我們的疫苗接種站 我看到的狀況 都差不多是這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狀況 要怎麼提高 我們這些中埔的疫苗 接種的一個醫院 不僅是要對中埔來交用 重要的也要對加速 對社會交用 我感覺對新加坡 還是對香港 在臨場的經驗 叫我們臺灣的經驗 向上來看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在有很多國家 他基本上 平安交醫生中 沒有一個很好的信賴 就是說他沒有一個家庭醫生的制度 所以基本上平安會聽心 但是如果經過家庭醫師來做一個所謂 還是做一個開始 粗暴政策 政頭的判斷的時候 這基本上應該一般民眾的中埔 比較會聽 比較會信賴 在我們臺灣 我們有對二零三年開始 我們的衛福部 國際健康保險署 前面健康保險署 開始推動家庭醫師的一個制度 社區醫療型家庭醫師的制度 這個對臺灣這張雖然七層卡關 但是相對對其他國家來說 這個七層就很不容易 所以我很期待 我們臺灣人發揮 對每個基產醫生家庭醫師的信賴 有事就去問一下 應該用的拿去政客 是 一個主身 嚴肢色 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有些中部 他在這個機構裡面 安陽 所以機構裡面 以外的經驗 在過去幾個月 我們公會已經有經驗 差不多五十幾個基產醫生 到台北市兩百經的老人院 為八千個老人家接種兩劑 完整的兩劑 所以這種結合基產的內容 來老人機構做接種 這個每一件事都要做的事情 不激使老人家要接種 照顧的人還是家的人 也是都要同樣來接種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做得到的時候 另外一種最困難的 他沒辦法出門的 也就是說到家裡 提供的廟 這個在台北市七十五歲以上 私人等級七八等級的 有大概差不多八九百個 已經接種過兩劑 也是我們公會整合整首的醫師 究竟去接種 我非常希望 在這三個部分 大家共同努力 我們最擔心中部的接種力 能夠提升 避免 無論說他是傳統的 這個病毒 還是說叫做Data 好 還是說現在這個Omicron 萬人如果真的怎麼會受到 中部不會因為感染之後 他變成重症的可能性 這是我非常大的期待 是 今天我們看到 指揮中心 有把我們提出到 這個新加坡的案例 雖然他們這個住室有八聲多 其實我們也看到 有些我們說比較近的部分 三聲 但是他說這都是比較近前 不會用這個當中 失望論也一樣很多 雖然我們說到 這個 大家看這個數字 有什麼新加坡這樣怕人 但是不用那麼怕 他說這個數字 真的是有住過遺風車 真的有保備 我們也說到 這段疫苗覆蓋論 我們說第一當下 臺灣已經來到七十七點七 雖然我們剛剛說到 這疫苗這個部分 有的是灌水的 灌水的這個部分 可能是十二歲 十七歲 但是這段 他也要來住第二當下 九十二禮拜 完全住室的這個比雷是五十四點五五趴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說住兩當下 也超過一半以上的 臺灣人有住過 我們說要把這個冠軍 都做好事 尤其這段 如果是完全住室 之後六個月 就要來住第三當 我們說對家寫 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好好討論 同樣是Omicron 兩位醫師都不一樣的看法 是 洪醫師呢 其實這禮拜要說這個議題太早了 太早了 我覺得給我們一個禮拜 好好 製作你綜合抗體的效價出來 我們大家就知道說 到底你疫苗逃脫 差多少 當然今天要來講 就是說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說 大家本來煮兩隻鞋 效果變成只一隻 OK 煮一隻鞋 剩半隻 剩半隻 所以如果有人都沒煮 不好意思 現在問題就是 本來我們要課群體免疫 用處理的人 有住的人來保護那些 沒住的人 都說病毒沒辦法傳 就沒討論你 但是現在Omicron 簡單說就是 有住遺風車的人 不好意思 他沒辦法提供群體保護你了 所以你沒住的人 我們死 絕對會傳到你辛苦 所以我們死 所以這是今天的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的疫苗覆蓋率這個部分 我們大家一直說 看六七十八 六七十八 我等一下數據 給大家看一下 感覺一下 感覺說什麼叫做六七十八 會發生什麼事 我先簡單說一下 說一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疫苗Omicron 它的特色 是 這個特色 大家現在很怕就是 他老師用這個 他現在就是五十個變異點 是 都在雞蛋白有三十幾個 所以人家做出來 就是這麼多變異點 Delta這裡多少而已 他就很多 很多就代表說 我們本來認得出 他的抗體 現在就輪不出來 所以他有免疫逃脫 就是要說這個 這就是老師剛才說的 大家很怕 他突然這樣佔據了 把Delta想走的 百分比四 戰率人家都給他唱 當然是真的 這麼好吃 每個人都去吃新的Omicron 不要吃Delta 但是其實你看 因為人口 沒有數太多了 所以其實他沒有數太多了 你要說 Omicron 其實你看 這個人來了 這個遊戲 不是第一次來 天蓋爛打 在南美洲 大家也說 Delta Plus 對 多強 多強 治理 整個都讓爛打吃掉 Delta都沒有去 結果全世界 會變成爛打 沒有啦 所以現在說是太早 所以其實他所謂的 就是說到底 現在Omicron 到底有比較厲害 沒有啦 因為Delta 你在南非看資料 不準 不準是怎樣 不準是你Delta 變得比較少 走不去 但是它是Delta 本來有疫苗拖的 所以走不去 Omicron 如果是疫苗比較沒拖 看起來比較厲害 但是到底厲害多少 其實用這樣去看 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 南非到底疫苗煮多少 因為疫苗煮很多 二十四 二十七 結果 只有二十幾%而已 但是可能要考慮 那裡的土地啦 的群體啦 變數太大 今天要說這個 到底熱 嚴重 其實很難說 但是說來 台灣就很好說 因為台灣很自慢 我先說 日本的資料 就是死亡率 藍色這條 都是五十歲 六十歲 開始 死亡率 所以我們大家一直很自慢 說我們這樣 四十幾歲 六七十八都煮好了 六十歲 六七十八五十歲 四十幾歲都煮好了 不好意思 你不要用乙接種率在那裡 自慢 我剛才說過了 現在沒有群體保護你 病毒會傳在你身上 對 找到你 所以現在就變成要說放生率 放婚教 到底還有多少是完全沒有保護你 因為病毒絕對會告訴你身份 台灣有辦法承擔 我們放婚教的比例這麼高 我們來講一下荷蘭 你看這是台灣現在最新的 你看七十五歲以上 加六十五趴 代表三十五趴的人 完全沒有保護你 完全沒有 就是說剩一半 好 來 荷蘭 來說荷蘭 荷蘭人口跟台灣 不說差很多 一千七百萬 七十二點六趴完全接種 感覺不說很高 不好意思 如果十八歲以上 因為十八歲以下太多人 人是八十八點五趴 八十五趴完全接種 結果它發生什麼事 來 單日兩萬兩千人 單日兩萬兩千人 單日死亡五十人 都在這裡 這不是奧米空 這DELTA而已 所以台灣現在不要太自慢 我就說一千兩百億的五倍券 奇怪 怎麼不要把兩支一方車 煮完這麼多給你領 你有這麼多資金 你有這麼多資源 奇怪 你如果都不效才會用 兩半通 有了我們過去在節目上 就有說 煮完兩次才來領這個 我們說五倍降 對啊 是這樣全體都會去領 全體都會去煮 這時候領降的 超過兩千多萬 所以你看 那時候如果想 我們節目的建議 我們這個寒蓋路 可能也超過八十九十以上 就是那個重點就是五十歲以上 我們如果是有辦法 cover到 你是DELTA 我們都不怕 都不用擔心 但現在台灣就是自慢 就是在這裡 歸零歸零歸零 本土歸零 就是大家做得很好 不好意思 大家防疫 家林是沒有健康的 防疫韌性排名 一元四十二 掉到四十五名 台灣外匯存在 全世界都有 你不知道台灣這麼厲害 台灣外匯存在全世界第五名 結果人的疫苗韌性 一直一樣一直一樣 因為我們都一直說家林 沒辦法 這心態要蓋 OK 就是說這個防疫 這個部分有很多 要去思考的這個防疫 所以我們在五月的時候 面對我們說有一波 這個本土疫情 到八月的時候 比較好 疫苗也是這樣 慢慢煮 慢慢煮 但是這樣 紅衣書這個數字 真的怕人 六十五歲 或是七十五歲以上 這個防疫情 沒辦法煮 三十五% 真的怕人 但是我們說到 營營這個疫情 我們都說 我們的環境 收得多好 我們這時候 也許所有國狀態 沒不對 雖然我們有一些 這個國人 像是在南北 在飛車國家 或是在歐洲國家 美國回來 這都要是 都繼續我們在外國人 嚴格 來做一些控制 他們回來 如果說是切加切 或是說十四天 我們說十四天 這時候是十五 我們剛才說過 像是埃及南北 這些部分 但是可能因應者 我們也是以往事 煮比較厚的 我們剛才說到 Omicron 還給他兩禮拜的時間 到底他是不是 這個免疫 頭走去 還是走不去 這個部分 我們說他人不出來 過去我們可以煮疫苗 這個部分 三十四倍 是不是真的是 我們真的都是怕這個 question mark 另外到原宿 變得完全不相同 這順的疫苗 到底有效用 或沒有效用 尤其我們看到說 Pfizer Moderna 他說讓他們一百天的時間 他要去傳一個 我們說對抗Omicron 這個疫苗 次世代疫苗 他說次世代疫苗 但是出世代 應該是準備好 還是要打工 再選團 這樣的意思 他現在 因為這個GNA這個 sequence現在才出來 所以針對著這個Omicron 他現在才去做 但是他可能以前 有準備一些 譬如說南非株 每一株他都有準備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 雖然說過很多 我們再說一遍 我們現在所說的 什麼免疫逃避 保護 我們都是說 這個確診 就是說會突然到 會突然不突然 我們第一次看 確診是什麼來定義 確診就是說 你的上呼吸道 有病毒 有病毒 但是我們可以說 對這個 為了病毒 剛剛有說的 不管是荷蘭 新加坡 很多英國都一樣 他們的老人 是老人 如果煮什麼 煮到盡管的時候 就不管你確診數多少 因為你都不管你多少 都也是清淨 都不會說重症 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分開 所以現在 我們要說的就是說 不管英國 是南非 印度還是英國 英國 這些北斗 你藝廟 也是可以以風重症到希望 OK 雖然有 還是會比較減一點 但是大部分 可以保護到 是 有人說得很厲害 說 有六聲 有幾聲 六聲 有幾聲 主要是團念 OK 你那個重症 應該是不會那麼高 看你 看什麼人 本來就沒有健康的人 本來可能就不太好 那是如果一個主群 一個主群去看的時候 可能有一個毛不一樣 是 但是最重要就是說 每一個人來看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頭腦要來想說 重症到死亡 是 我們不能去確診的人 多少 OK 因為一定 一定會增加 一定會增加 一定會發生 我們公盟開一定會發生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體育中心 要跟大家來說說 我們的公盟 有一天一定會開 雖然今天不可以跟你說 哪一天我會開 但是有一天一定會開 但開的時候 開的時候 什麼意思 我們就不能同樣十四天 二次就是二次 對 主人 但是你最多 你會說 沒有你看確診的人 你就不會賣一萬 但是可能確診不到的 一萬也是會賣到 他如果很少的時候 他進來 他還有這個占卜機 對 也有這個可能的時候 你不注意到誰的人 你就犯險很大 就像剛才王醫師說 犯險很大 所以這段就要跟你說 你未來要面對的是什麼 我們大家 其實我經常去英國 很多人都來聽 他問我說 我們顧問可以賣開嗎 很可愛這樣問 顧問怎麼可能賣開 有一天一定要開 所以這種觀念 就要跟大家說 時間到了 尤其現在大家在租第三檔的時候 那些沒租 你現在我們要知道 在府中心間租第三檔的時候 那時候是明年一月一號開始 是 租到差不多的時候春天結束 夏天就要來了 春天結束就是說西歐國家 大家疫情也差不多下來了 那時中國我們可能要開的機會 就很大 OK 你現在要自己想的好事 人家在租第三檔的時候 你租幾檔 你還要快樂 應aru叫康泉國人 我認為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就是 我知道在府中心 有這個資料 但是他沒有公佈 可能是要讓這 縣市衛生局 民主看 說他要公佈說 縣市每一個 我們不要敗名 自己煮多少 剛才說幾人沒煮 多少人沒煮 看出來之後 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怎麼來啟動這個守護 我們鄉親互助守護的力度 來看要怎麼利用當地的力量 來幫助對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我們應該有這個領域 我們說到公盟要開 我們說這個疫苗限概率 第一檔 第二檔 第二檔 第一檔 第一檔 我們剛才說的這個數字 看起來差不多有七星五星以上 那不太好寫 那不太好寫 所以我們說這個東西 這個吹出來 真正要看的是 我們說婚禪廚 七十五歲以上 剛才這個郭教授說的 紅衣書所說的 所以我們說到這個公盟當時要開 其實這個郭教授說 每年春天可能可以開 但是我們要做好準備才可以開 所以這個保溫我們看到全世界 他們是差不多已經開好寫了 像說美國一早就開放了 但是這個日本的 它是開 還縮起來 還關起來 還關起來 你說現在也對南非 已經嚇到了 但是這也是一個好事 就是說我們有發現到這個東西 我們如何先做好準備 來去做一些這個營養 當然我們說這個世界各國 這時候有十三國家 有一些這個攝墊的這個部分 雖然說是潤漢 但是沒有那麼恐怖 就是一個兩個 荷蘭比較多而已 我們說有一個班機 裡面有六十幾個攝墊 裡面有十三個是這個Omicron 先做好看 感染新冠疫情變成Omicron的患者 症状都很輕微 這是南非醫學會主席科資的觀察 他說在日夜間 有九位科技的患者 出現到第二天不相同的症状 然後會嚇 打打 會少 但是症状都來了很快 也會給它很快 我們看到了9.2% 我們有9.2% 是的 我們有9.2% 我們有9.2% 是的 我們有9.2% 我們有9.2% 但是看著 我們看到的症状都很快 我們看到 現在我們沒有要求 煩惱 現在我們沒有要求 最主要的 症状都很快 是一個到二天 然後 頭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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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肚臓 在肚臓 越來越多國家對南非 鐵策進行領 南非希望各國 可以改渡犯罪 能否也經過各人 要有面對 地細部已經的準備 進行南非北約荷蘭阿姆斯特丹航班 六百尾行去 有6.2人提起用性 現在發現 其中有13人 感染病人 在肚臓 在肚臓上 在肚臓上 三天 十八 會被避免的商店 從八五點到 最早 三禮拜 以後 開始進行 所有外國人 離開 我們回到 從 London 我們現在在肚臓 在肚臓 我聽到 在肚臓 我聽到 一些人 可能 我們在肚臓 三天 以色列 中國藝術對外國 如何開放 國境 現在要營運 Omicron 也是第一 風修邊境的國家 公司新聞 吳文靈邊境 我們說邊境 這個風修 這是減時 但是我們也看到 南非總統 他也說 不要用機械方式 因為是通報的 但是我們也說 大家也要有優秀警告 尤其我們看 荷蘭的 冠疫 有六十一個 人說十三個是 這個Omicron 另外我們看到 開第一層 就是這個醫生 它是適時 離協 外國離協 完全不能入境 這個部分 我們說到 十一月二次 他們就選擇 首國十四天 十四天 也是兩禮拜而已 另外 尤其我們報 這個金字 六國以上的離協 有包含到 美國也好 英國也好 巴西頂頂的這個部分 另外呢 我們看到英國 我們看到這個Johnson Boris Johnson 他說 全家裡政策 你要一直家裡 去做這個PCR 家裡之後 十天以後 都是他們姓 你才可以過關 他這個是用到 我們說 這個環境 環境全用的這個 電話對中的這個 定位的技術 來去對中團報連 一年也接對到 非洲國家十個來接聽 我這個簽證 這不嚇到的 是日本 我們剛才說到 本地可以開放 這個胸部離協 而且是這個外國留學生 兩禮拜前 很多人才要申請而已 這段還不行 我們繼續 再請到 我們剛才說到 在這裡也不知道 可能要兩禮拜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這段 在做的是對的事情 我們也說到 在老大人這裡 注意給誰的人 真的 覺得這有你的發言 因為你每天都要注射 前面對剛才說的 這個世界這些國家 對這個Omicron 這個新的病毒 開始更嚴管 這我們剛才說過了 因為很多自信 都沒有了解 所以基本上 大家比較精神 某一個程度 我也覺得這是合理的 特別是對我們台灣來說 再來就是我們新的幾年 是 這不只這基病毒 有可能會進來 OK 我們對境外 還有很多我們的農力 計年 在外國的國人 他會回來 是 他回來之後 有時間了 新冠病毒的病毒 還有其他不一樣的病毒 或是埋根 他會對國外 又會提升 因為我們過期 這種交流 是鎖國的一個政策 是 所以很多 一些傳染病 會變救 所以在農 在幾年前 某一個程度 我們多那麼嚴格 可能是有它的得力 但是剛才何老師說過 大冠症 一定要開放 開放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每天在推育 應該疫情作的東西 是在農的幾年 才有比較大的容器 看國節的症狀 如果是穩定 搞不好 他有機會來拖慮 但是無論怎麼說的拖慮 他不是說全部無關節的拖慮 一定有幾種關節的方法 剛才我們說的 疫苗護照的可能性 煮兩檔還是怎樣 PCR 陰性 頂頂 但是我感覺對我們台灣來說 有兩件事 一方面是我們的驕傲 驕傲 就是我們的防疫新生活 我們其實比外國做得比較好 是 我們看到英國說 這段時代還是要坐台中文書 要再掛牆 我們是一直都這樣 對 是啊 大小小小小 有的沒有的 節點我們的酒精消毒 頂頂 食民治 這都有在做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個防疫新生活 都有在做 我感覺說 那就是第三檔的疫苗 甚至是第四基的作用 這個大家一定要好好做 OK 第二的部分 就是說 指揮動心開始 在驕傲說 第二檔剛才差不多了 第三檔應該半年 正在驕傲 一月才開始 這個我很幸福 你拜託啦 還是好友 沒有啦 世界所有的國家研究 都跟人家說 AZ 國家AZ兩檔 是 效力的效果 沒有什麼效果 OK OK 台台研究跟人家說 20%而已 是不是真的 我們不要管他 但是代表每個國家研究 AZ跟AZ 實在是效果不好 那不可能第三檔 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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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是要 所以第三檔 可以的 可以的 還在研究 第三檔 誰還在研究 上禮拜 陳時中 還宣佈說 大家要從醫而終 要接種同一種疫苗 但是我們的指揮中心 那個委員會有研究 這應該是比較有效果的 OK 所以第三檔 真的我是很乾燥 我們很希望可以開放不一樣的這個廟 但是我們看到很多人的這個面子 頭上都說 我第一檔誰做AZ 第二檔已經變BNT 我要特別保養的是怎麼樣 那是第一類的這個醫療 法律另外兩檔都做AZ 現在已經開放了 沒有 不是 他說半年真的開放第三檔 第三檔是不是還會AZ 還是其他MN 一般的民眾第二檔都要開放 第一類的公約靈活 怎麼還會佔領從醫而終 你說第一類的部分 第一類的 包括我自己 五月我做第一檔 AZ 八月我做第二檔 我也是在等第三檔 拜託會讓我稍等一下 OK 其實我第二檔的時候我就要等 莫德拉 但問題政府沒有正式公開開放 是 我們兩次前有開放 一般民眾 一般民眾 可以健康 稍微好 我們看到第三檔 已經在每年一月找他 我們也說這時候做六個月以上 有一些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比較高峰險的第一次 這個人員已經不能開放來去做 因為我們說四個五月開始做 這時候也超過六個月了 我們說第二檔 六個月之後就來做第三檔 應該做的這個對象六十五個月以上 在等級照顧 他就住民到這個鋼祖家 以後人員 封業的鋼祖人員 第一次是鑑欠風險的鋼祖人員 跟鋼鑑欠的部份 還有一般嚴重風險的人 都是做這個公費的部份 王醫師呢 怎麼看 其實我從三月開始 今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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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一直說混打 那時候是醫護人員的問題 我以前我們中都寫在網路 那個時間都可以看到 就是說其實本來我們疫苗 疫苗本來就是可以混 效果比較全面 當然藥廠都會說 我就是做兩支莫德納 我做兩支BNT 你就要照我的portacle 照我的訪單去煮 但是我那時候就一直說 其實第二劑 不管你第一支煮什麼 第二劑就叫做加強劑 加強劑的效果就像我們自己得病毒 也是一個加強劑 所以有可能說一定要限定說你第二劑 一定要從品牌 其實我是贊同洪醫師說的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要強迫 強迫你第三支一定要煮不一樣 因為就是這樣 如果我是政府 如果是你煮高端 我會給你抽房子 我會給你抽豪宅 因為萬一煮高端 我會給你抽豪宅 這樣就是鼓勵民眾用不同的疫苗 所以美國做加強劑 他也是腺病毒疫苗 他加強劑做出來 如果兩支 第二劑加強劑 他本來要煮一支而已 加強劑 抗體加提升四倍 你煮輝瑞變三十五倍 你混打莫德納變七十六倍 所以他就呼應說 我三個月的時候 拜託醫護人員一定 第二支要混打莫德納是BNT 一定要開放 他說要研究 研究也會出來了 十一月太好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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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醫護人員保護力 一直在一個很脆弱的狀況 所以很多醫護人員被迫 打兩支鋰利 就彭醫師說的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是我們後來買三千六百萬劑的 明後年的莫德納 其實莫德納還有一個問題 是劑量太強 我現在也要簡單說一下 我們如果我們的劑量 要照體重來調 因為他會進入人體細胞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成年的男性 美國的成年男性八十幾公斤 他煮三十米一 煮到原廠輝瑞 我們青少年十二歲到十八歲 四十幾公斤 三十幾公斤都有 他也是跟美國一百公斤煮一樣 因為現在議題就是青少年 要給他打第二劑 本來不說煮第二劑 我是說還好 現在要打第二劑 我就很緊張 大家之前很多疑書 批評我這個看法 疫苗怎麼有人調劑量 疫苗沒有人在調劑量 原廠處多少 你就要處多少 照人家的那個實驗去做 不好意思 人家是要衝世界第一 要衝過那個門檻 當然是像德國QVAC 他就是保護力做出來 結果四十六趴 整個公司全都倒下去 整個都沒辦法 所以人家那時候 輝瑞莫德納 他就是很怕說 他的效果數字不好 所以他要衝世界第一名 他要做很高的抗體 讓他可以去行銷 還是可以說五毫 但是不好意思 那是藥廠的心態 我們的心態 是說我們這疫苗是住在我們辛苦店 產生極的免疫認識就好了 來 有很多意思說 為什麼你可以調劑量 不好意思 現在輝瑞大家做出來 大家做出來 十一歲的孩子是做十十 蜜館 十一歲的孩子 但是現在大家十二歲的孩子 是做三十 十一歲做十 十二歲做三十 是不是差太多了 所以其實現在新的問題 就是如果是開始要強迫小朋友 煮第二歲的時候 我是很煩惱那個心肌炎的部分 因為其實這個劑量是要來探討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你一隻可以聽到三隻來做 來煮 我們的疫苗的彈性就越高 過期這個王醫師也有建議 就是這個我們說 對於年輕的這個部分 我們說這個量是不是 可以比較少一下 之前我們也有討論過 剛才王醫師也有一個論點 是說我們要變成這個 以往生涉的涵蓋論 說高端來挑釋 這樣好 這樣不好嗎 這是他個人的看法 像是說笑 我們不要太認真了 對 他是說笑 但是現在就是說這個孩子 這個質量的問題 其實英國 他也是第一次在緩打 他緩打 他有一個目的就是 他去做一些實驗 他也有減半的劑量 結果應該要出來 我是想看他們的結果來 我是同意說 可能這些孩子要減半 就是我們瀏感疫苗 大人一個質量 小孩也是一個比較少的質量 當然我們通常沒有人說 在調整一公斤多少 兩公斤多少 但是我們大部分 說差不多這些人 做一半這些人兩倍這樣 也是有這種的 這是一個基本的原理 所以現在 但是要怎麼做 可以減量要做一個研究 我們如果英國沒有做 現在要很刺激的 要來用的時候 也不會有 這是一點麻煩 就像大量施打疫苗 這種不能都沒有資料 就去做 OK 其實我們說到 這個我們說心機 主張心機統統計 這個十二歲 這十七歲 我們說一個一百萬人 一百十萬人 這裡面差不多十七歲 十步比十步多 這就是過去我們研究 在台灣也得到這個實情 十四歲裡面是十步 三歲裡面是十五歲 所以也是有這種方向 但是他說 若是提早發現心機嚴 要是可以解決 應該大部分都是這樣 因為美國英國美國的資料 都跟你說這些孩子 沒有人希望 都沒有人很嚴重 但是也是有兩個 比較嚴重一點 是 但是我們要知道 那個資料是第一季 第一檔 第一檔 現在第二檔是十八 OK 所以美國的資料 新機嚴的發言 第二檔是十八 尤其嚴重 所以剛才這個人說 如果是減半資料 可能雖然沒有到這個教育 提供 但是減半資料 本地就是有四大人 或是成年人 跟under age的人 差別在 譬如說流感疫苗 有這種 就比較減一點 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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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說這個mRNA也好 或是說我們過去討論過 會是這種三八道 或是青春 這個高端 他自己這個 儲端為兩倍 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說 他要再研究 其他地方做第三個的部分 他也有在台灣做青少年 現在結果不知道怎麼 也沒什麼 所以這個部分 收集已經交出來 我們一直在 我們就知道要怎麼用 要有資料 我們才比較好做 做決定 所以我們說到 這個疫苗在煮 其實我們有煮很快的這個部分 是這個第一檔寫的部分 因為這個一百十萬的這個學生 小孩子都在煮這個BNT 所以我們看到說 這第一檔寫的分量都七十七點 有些算是來得很快 第二檔寫五十四點五五 所以第二檔寫也要去煮 快去煮 我們這段也說到 因為稍微看這個速度在降 所以有一些這個措施 你不用煮門 你去便宜 你就這樣煮 我們看到其實我們在說高端 他說為什麼我們高端的人這麼少 但是他也有在煮 也是有在煮 我們再請到紅衣室 在你的這個金售裡面 這四季寫 雖然我們說有這個明清的這個 宜鳳寫 高端為什麼還有人在煮 基本上也是有這種粉絲 高端也有 但是量很少 所以因為量少 為了要拚命說 我們誤打的狀況發生 所以基本上這個高端最少的量 每一個管市政府都大概都規定 在規定的便宜 照樣做到高端 對一般的金售還是對一般的便宜 同一天特別是金售 同一天是煮一種的廟 所以政府是在說誰到誰打 是是是 我們民眾的概念是說 我煮BNT的 我來金售 我來煮BNT 我煮摩德蘭 下來金售 來煮到摩德蘭 這其實大家不要這樣期待 因為你們有期待的時候 醫療機構就會發生 剛才經常煩惱的 誤打的現象 但是每一期 我們現在這段是第十五期 每一期差不多十天到兩百左右 一定三種經常看到的會不會 AZ 莫德蘭 BNT應該會輪兩輪 等於是說 有可能裡面現在AZ 比較沒人要煮 還是說煮晚了 其實量是煮很多 一千四百萬 四百萬機 所以有可能只有一天而已 有可能莫德蘭兩天 BNT有可能三天 如果你看他開出來 會有醫院的狀況 BNT在這個階段 第十五期 都差不多沒有了 我們其實來看這個數字 我們說AZ的部分 我們說第一檔車 差不多有八百萬人去煮 所以第二檔車 還沒煮得要一百三十多萬 Moderna是煮得比較多 我們說第一檔車是三百七十多萬 第二檔車差不多是三百四十萬 所以這樣炒起來 不夠三十萬 另外這個高端部分 當然是比較少 BNT 我們看到說五百多人 因為我們說BNT 最重要的這個疫苗 五百多萬人 我們說第二檔車這個部分 一百九十多萬 我已經兩百萬人 所以我們說可能學生 一百十萬人 再加一次 我們這個限界率就會加強 但是這也剛才我們說 這個比例上 有的人說第一檔車 我煮完AZ 我是不是在等這個mRNA 來煮 這時候又在討論 如果第三檔的時候 到底 請教學教學 到底要配什麼呢 如果AZ 我可以配Moderna 如果Moderna 或是BNT 再打AZ 他好像充不起來 那個抗體充不起來 T細胞也普通普通 對 所以可能我個人是說 你們因為這些藝廟 都有臨床試驗 確定他有效 安全 所以你們都做一樣 也不是很多的問題 我們是一個很健康的人 你不關注什麼 宜鳳俠都好 你如果不太健康 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這我們都要知道 你如果不太健康的人 你很胖的人 有慢性病的人 他藝廟的反應就不太好 對藝廟的抗體反應就不太好 所以那些地方 就要比較注意一點 最重要的王醫師 怎麼看這個 我們的這個疫苗 其實宜鳳俠 那就是盡量繼續衝 大家不要自慢 以施打率七十幾% 大家要看餵施打率三十幾% 這很恐怖 代表我們三小的人 完全沒有保護力 到時候 我們何教授說的就是 與病毒共存快要來了 快要來了 你都沒有住 其實到時候出問題 另外是台灣 台灣太自慢 台灣到現在 沒有做一個輕症治療中心 因為到時候 很多人有輕症 但是如果有病院 或是說像我們五月疫情都沒有病院 都在集中檢疫所裡面 設備不好 照顧不好 到時候就會比較多傷亡率 所以其實輕症治療中心 其實就是方艙 到現在還沒說 所以我們怎麼有需要 我希望是沒有需要 但是我們主要是 在廟宇煮得好睡 煮得好睡 今天感謝三位來賓的討論 感謝鄉親愛媛說話 我們再會 感謝好笑